正当两岸民间忧心中共秘密逮捕合法化的刑诉法时 4月1号中共的拘留所条例又要施行 其中删除了公安虐待被拘押者的追责条款 以及拘留12小时内通知家属的规定 今天台湾立委与学者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邦极拘留所条例会让中共黑牢更猖狂 大陆台上的安全堪忧呼吁台湾政府证实 中共拘留所条例 删除了公安虐待被拘押者的追责条款 以及拘留12小时内通知家属的规定 让中共黑监狱再次受关注 台湾立委指出中共有各式名目可以抓人 而被拘押者猝死的理由 竟然从税资不对死到席连死都有 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到离谱的不敢相信 虐待被拘押者之后 用他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文件公告他异常死亡的原因 即将要进行第八次江城会 那么我方的政府是否有任何新的因应的作为的准备 我们是不是要在接下来的协商当中 要提出我方的这个要求 目前台湾法务部仍无法掌握 到底多少台人在大陆被限制自由 民间要求八次江城会时必须说明白 还有太多法律可以把人抓进去关 这个都不是犯罪 我们希望陈云林先生来的时候 他就要具体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到底多少台湾人被关在中国的监狱 看守所 拘留所 那那个劳动教养所 还有维稳办的黑监狱 不断的加强或者精致化 他在维稳方面的策略 那过去很多这种秘密的逮捕 都受到国内外很多的批评 所以现在这个做法 其实让他有秘密逮捕 就是把这个东西可以予以法律化 除了拘留所条例 中共一月又要施行秘密逮捕合法化的刑诉法 台湾立委 法律专家与文化人要求 两岸互动频频 百万台人在大陆 台湾政府不能再无视中共黑暗司法 新唐人亚瑟电视 富东陈珍 台湾台北报道